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包稠 包软一点 半个小时左右 好了 这个番薯的香味都想吃 现在把它拿出来放凉 把红薯放凉后 把皮剥去 把它剖开切小块一点 放到准备好的盆中 把切好的红薯条放出来晒一下 把红薯反一下面 比较容易晒干 这个红薯干可以了 不用晒得太干 远远的 很有解不进 很甜 小孩子特别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